來到甘山車站周邊的巷道 KK道已經停滿了車 就連身上車格也被塞爆占用 許多身上朋友來到這邊 想要採買或是搭車 都無處可停 就連周邊的店家都快看不下去 這個情況已經持續許久 前幾個月原先只有1格的身上車位 變成了兩個 但好像沒有有效的解決問題 只是讓違規占用的情況變成了雙倍 我的右手這邊是那個殘障車格 就是給身上人士使用的 原本只有一格 但是因為微停的太嚴重了 然後都是一些那個身體健康的人士 停放摩托車或電動車 然後某個名單又再多化了一格 但是還是微停 殘障車格每天都被占據微停 對 我不會停殘障車位 然後也不要去停那種餐廳的之類的 你看那邊汽車也有很多空位 對啊 我覺得機車的話是不夠的 汽車的話有點太多了 這裡本來就是火車站周邊 加上監獄RK1通車 所以停車的需求不斷升高 有民眾表示 可能是這裡的車位不足 才導致微停重換頻傳 但是來到車站前方的收費停車場 空間卻還是相當多 其實授天派出所也有加強取締開單 我的鄰居就收到三張罰單 然後一張六百 三張一千八 那你被罰了三張罰單一千八 你為什麼不一天四十塊 然後去停收費車格 也省很多啊 警方會持續加強周遭巡守 如有發現違規停車 經勸導未予改善 警方將依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相關規定自單舉發 高雄捷運RK1的開通 逐漸為地方注入新的人潮 但伴隨而來的交通問題 卻令人頭痛 除了民眾要發揮公德心 可能也需要在警政規劃車格 並配合強力執法 才有機會減緩狀況 記者說安君 高雄報導